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阿森 我从小就对车子非常有兴趣 小时候的年1永远都是与车友相关的礼物 每当我看到Mototor Trend Top Gear的杂志 我都会静静的坐在那边阅读 甚至报纸上的有与车相关的资料 我都会一一读完它 每当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我都会很留意马路上到底有什么车在经过 我也可以告诉爸爸,那一辆车是什么年份的车 什么品牌的车,什么车款,什么引擎 我觉得坐在隔壁的爸爸开车其实都不容易 因为他没办法,只好听我说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好像一般中学生一样 我都很喜欢Ponting 所以Ponting去哪里呢?永远都是去Arcade 我在Arcade只会玩一个游戏,那就是Daytona 所以有了这个Daytona的游戏,我就在我16岁那一年 趁我父母出外国去中国的时候 我就大胆的偷驾我妈妈的车 就是一个自动的Toyota Avanza 在我19岁那一年,我就和一般朋友去了小银顶吃喝 那时候的我就好像一般小孩子这样子 都是输不起的 所以我在下山的时候就去追前面朋友的车 所以到了一个过完的时候 很不幸的我就发生了我人生中第一个车祸 也就是因为这个车祸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发现我的父母其实是非常的疼爱我的 因为这场事故过后 我爸爸和妈妈一生也没有怪我 我只记得他们说的那一句话 车可以修,人不能修 人没事就好了 So,经过了四年的煎熬 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电子电器degree 我也顺利找到了我第一份工程师的工作 这一份工作样样都好 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可是每当我看回我的户口的时候 我发现我离我的梦想车非常非常的遥远 当时候我的头脑一直都在想着这辆车 就是Honda Civic Type R FD2R 在我25岁的那一年 在机缘巧合之下 我陪了一位朋友去Curve Fair找工 So,在这里我遇到了一般年轻人 非常的热爱他们的工作 也在这个时候 唤醒了我以前对车的梦想 我决定了我要大出我的第一步 去追求我的梦想 万事岂不难 我知道如果我要有不一样的结局 我就要做戒外事 通过这一班热爱事业的伙伴们 我们一起创造价值 通过三年的努力和奋斗 我终于买到了我自己的梦想车 就是Honda Civic Type R 可是旧款的那一个已经没有再出了 我只好买更新的那一辆 我觉得当你很热爱一样东西的时候 那股力量其实是非常的大 再多的阻碍也好 也抵挡不到的 希望未来的我能够继续做我自己热爱的事 也继续帮助一些有目标的人完成他们的目标 我的梦想我做主